短短几句话道出传统文化与现行法律之间产生汉阁的无力感 狩猎文化形成跟传承仰赖着生态的多样性 长久下来也和自然环境形成一环 而受部落族人景仰的猎人要掌握猎物行踪 必须要熟练狩猎技术 谨守禁忌 对传统领域的动植物有深度了解 但为何光荣的猎人却变成罪人 2013年8月 达伦王光路在台东拿捡到的土质长枪 在不适计议期间 猎捕到当时还在保育类名单里的一支山枪及一支长宗山羊 被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和野保法 判刑三年半罚金七万元 就在他要入肩服刑前开始引起外界关注 一连串救援猎人行动开始展开 先是检查总长严大和决定提起非常上诉 暂缓执行 最高法院也提出有史以来第一次的释线申请 因为狩猎到保育类动物山羌遭判刑的悲难阻力人潘志强 也同样在这次申请释线案 按照现在的那种华令来讲 如果是猎人的话都是一些违法分子 我们觉得很疼痛 跟我们的文化是完全背道而止 希望原住民的狩猎权能透过大法官视线 给我们一个正式合理的还原 如果说不能狩猎 比如说大猎剂 那就完全不能进行 还有平时的生命礼儀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就会因此而消失 同样也在这次事件申请行列的 还有一名住在桃园的原住民族人黄佳华 他在网路上买到一支空气长枪拿来狩猎用 后来警方持搜索票到他家扣得空气长枪 就在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时 法官认为依照现在社会环境下 相较于自制猎枪 空气枪同样可以作为实现原住民族狩猎文化的工具 从杀伤力来看也未必比猎枪危险 但是目前法律排除空气枪适用范围 违反了平等原则 也不符合比例原则中的横平性 因此决定申请示线 让猎人们说啊 让猎人们说啊 请大法官开庭 请大法官开庭 法院判决的不一 警政机关态度的模棱两可 造成原住民族狩猎文化延续上的困难 三案在3月9号要进行宪法法庭的言辞辩论 走上市县这一路 为的就是不要再有下一个王光路 潘志强和黄家华 如果说立法修法不可期 有一个比较的可能性就是 透过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 直接宣告现在的法令是违宪的 那么给予立法者一个一定立法的期限 及一些立法的指导原则 让他们去立出 真正落实我们宪法征修条文第10条 第11项第12项 他要落实保障我们原住民的收敛文化 而不是我给你一套制度 但是却是一个跛脚的 让你自然难行的制度 透过视线辩论的线上同步直播 不只让更多人单纯 从法律核心与否做讨论 律师谢梦宇也希望 社会大众能从中理解到 原住民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经过政权更迭 所受到各项权力与文化 是如何被错误诠释与裂解的过程 进而促进社会对话 原始新闻喜故已故 尹苏武 岛秀台东市采访报导